容情 第二十九期 雙重特殊之優生 譚老師 新學期開始了差不多一個月了 習不習慣啊? 今年我是中四月班的班主任 同學都幾乖的 學習氣氛都不錯 只是其中一個學生就表現得怪怪的 他叫陳阿漢 他總是跟其他同學相處不來 每逢小組討論的時候 他只是喜歡說自己喜歡的話題 性格又直長直討 時時都跟其他組員發生爭執 今天他又不肯作文 固執到不得了 竟然說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他不能寫出來 因為這樣等於說謊 哪有這樣的藉口呢? 陳阿漢? 我對這個學生的印象很深刻 我今年教四月班的化學科 阿漢這個學生記性非常好 又能夠將化學公式倒背如流 做實驗的時候又時常有很多新的主意 在科學方面我覺得他很有潛質 那不如我們去跟學生支援主任討論一下阿漢的情況 學生支援小組 就阿漢的情況 諮詢了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林美美 各位老師你們好 我是教育心理學家林小姐 多謝老師詳細描述了阿漢的表現 讓我對他有更全面的認識 阿漢給老師的印象是聰明、鮮良 興趣和知識都比同學豐富 在觀察細節和記憶資料方面表現突出 能夠輕易將細碎的資料倒背如流 加上阿漢求知欲強 在天文和地理方面都有廣泛的知識 有喜歡自行研發科學實驗 令老師好意外 雖然是這樣 阿漢在學校卻經常都撞板 說話容易得罪別人 不受同學歡迎 在學習方面 他做功課過分專注一些細節 經常因為追求完美而不能夠依時完成 阿漢的行為表現 似乎跟他的智力不符合 令老師摸不著頭腦 不明白為何一個這麼聰明的學生 在學校他會遇上種種的挑戰呢? 根據初步的分析 我懷疑阿漢是雙重特殊之優生 建議學校可以轉介學生給我 進行詳細的評估 如果有需要 我亦都會轉介阿漢到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醫生 或者其他專科作診斷和跟進 然後我們會邀請家長 一起為學生訂立和推行輔導計劃 林小姐 什麼是雙重特殊之優生? 雙重特殊之優生 又簡稱為2E 即twice exceptional 是指學生是一個或多個的範疇 例如是某一些學術領域 一般智能 創造力 領導能力 視覺空間 表演藝術等等 展現過人的潛能 但同時有一種或多種的障礙 例如是特殊學習困難 自閉症 或者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等等 根據美國的研究估計 患有不同障礙的兒童人口 當中 約有2-5%是雙重特殊之優生 雙重特殊之優生的發展步伐 往往明顯不一致 即是他們在不同範疇的發展 會有著顯著的差別 由於他們強弱並存的特性 他們的支優能力和障礙 可能會互相遮蓋而被忽略 情況就好像搖搖板的兩端 情況1 學生的支優能力和障礙 互相遮蓋 他們能勉強應付到學業 表現一般 但支優的能力和障礙都不被拆過 情況2 學生的支優能力掩蓋了他們的障礙 他們的表現常常都會高於水平 以至他們的發展障礙不容易被拆過 情況3 學生因為他們的學習或行為障礙 以至長期受到挫敗 或者因為未能達到別人的期望 而影響了學習動機 減少了他們發揮支優能力的機會 令事情更複雜的是 有一些支優生的特質 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特質 十分相似 例如 支優生和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都會出現注意力缺乏的問題 雖然原因可能不同 但是表現行為十分相似 支優生可能因為課堂裡缺乏挑戰而失去集中力 但是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在一般課堂上注意力都比較弱 又例如 支優生和自閉症的學生都有優異的記憶力 和經常都會運用早熟的詞彙 這些情況經常令老師們感到十分困惑 分不清他們究竟屬於哪一類的學生 要辨識雙重特殊支優生 我們需要對學生的支優能力和障礙兩方面作全面的評估 他們一方面要符合支優生的界定 另一方面又要符合特殊教育需要的診斷 要幫助雙重特殊支優生 我們也必須透過詳盡和全面的評估 從學生的智能、學習和行為表現等多角度了解學生的強弱項 以制定設合他們需要的介入方法 如果老師發現學生在某方面表現卓越 但同時在學習或者適應學校生活方面遇到困難 懷疑學生是雙重特殊之優生 學校的學生支援小組可以和教育心理學家商討 如果有需要 教育心理學家會透過標準化的評估工具 觀察和家長老師面談 或者問卷等等作多方面的評估 因應評估的結果 教育心理學家或者會建議學生 進一步接受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 職業治療、言語治療等的專科 作、診斷和跟進 不少人都以為要幫助這一類型的學生 就要針對他們的弱點給予輔導 不過其實不少的學者都提出 應該以強項為本 而不是只是針對輔導他們的弱項 這種支援模式 對協助雙重特殊之優生最為重要和有效 外國一些學者 憑多年來支援雙重特殊之優生的經驗 歸納出以強項為本的支援策略 應該包括以下四個元素 著重培育學生強項的課程和教學 研究分析指出 有效的支援方案 必須具備能協助學生培育強項的教學 包括解難能力、邏輯推理、批判思維 以及提供能配合學生能力的電身學習 在課堂教學中 老師需要有靈活性 善用多感官學習 並且給予學生和同齊合作學習的機會 教授學生補償技巧和策略 雙重特殊之優生 通常需要學習一些補償技巧和策略 以幫助他們展現才能 例如閱讀和寫作的策略 運算技巧、組織策略、應視技巧、自決和社交技巧等等 透過直接和有系統地教授這些技巧 大部分學生都能明顯改善學習表現 更可從中加深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弱點 給予個別化的調色 讓學生展露學習成果 雙重特殊之優生一般需要教學上的調色 才能完全展現他們的學習能力 其中 輔助的科技 例如平板電腦、讀平器、電子書 協助組織或寫作的軟件等 都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全面的個案管理 要整合上述的支援 必須要有全面的個案管理 統籌人員 需要協調校內不同的專業支援 包括資優教育、特殊教育、科程發展、分育輔導等方面 而且需要考慮學生和家長的意見 確保課程具有挑戰性 而學生又能得到足夠的支援 那學校可以怎樣實踐這四個元素呢? 剛剛提過 雙重特殊之優生需要一個全面的輔導計劃 作重培育他們的強項 同時協助他們克服、學習和社交上面對的挑戰 每一個雙重特殊之優生的需要都不相同 有些學生可能只需要一些課堂上的調適或者支援 而另一些就可能需要比較個別化的支援 學校可以採用三層支援模式 因應學生的個別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 例如在第一層全班支援 學校可以透過優質的課堂教學 例如是適宜教學 照顧班裏雙重特殊之優生的學習需要 在第二層抽離式支援 學校可以安排學生參加課堂以外的小組訓練 加強支優生在課程上進一步掌握 以及輔導學生在學習、社交和情緒上的不足 至於第三層支援 學校可以為學生定定個別學習計劃 加速學習課程 推行糧絲計劃 推薦學生參加校外支優課程等等 於是,學校的學生支援小組就與阿漢的家長商議 在得到家長書面同意之後 將阿漢轉介給教育心理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除了與阿漢進行詳盡的評估之外 也將阿漢轉介給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 作進一步的評估 經過一段時間後 這兩位是阿漢的家長陳生、陳太 很感謝你們今天出席阿漢的支援會議 我是學校的學生支援主任 林小姐是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 這幾位是阿漢的班主任和課任老師 張主任就是學校的知優教育統籌 馬姑娘是學校社工 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為阿漢的學習需要 商議和定定合適的支援方案 不如我們先請林小姐講解一下 有關阿漢的評估結果和學習需要 經過我早前的評估 發現阿漢的支力明顯比其他同齡學生高 達到特優的程度 屬於知優學生 而經過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醫生的診斷 發現阿漢同時有社交方面的缺損 符合患有自閉症的診斷準則 換言之,阿漢是屬於雙重特殊之優生 一方面有很優秀的能力 但同時卻有特殊教育需要 就阿漢的情況 綜合評估結果和老師的觀察 我們知道阿漢的思維和分析能力相當高 對天文和地理有濃厚的興趣 亦有十分廣泛的知識 而且他的求知欲強 特別喜歡進行科學實驗和追求知識 另外阿漢的言語表達和閱讀能力都很強 另一方面 阿漢在書寫表達時的組織能力交曰 而在小組學習的過程中 有時會堅持幾件 亦很難和別人合作 他亦缺乏一些社交技巧 常常不理會別人的感受和場合 只是顧著趕自己的興趣 老師亦留意到阿漢做專題演習時 常常追求完美 但又不能好好規劃時間 結果不能依時完成 我們可以就著阿漢的強項和約項 訂立一些目標和支援方法 首先 我們可以在他比較強的學科上面 提供延伸學習課程和活動 發展他的科學才能 令阿漢可以將興趣變成他的專長 既然阿漢喜歡科學實驗 我們可以設計一些進階的學習活動 例如鼓勵阿漢就同樣的課題 另行設計實驗方法 給他學習怎樣有系統的進行科學實驗 還有學校的科學原地 可以邀請阿漢為同學製作展版 給他可以和同學分享一些有趣的科學實驗 今年學校推行一個校本支援科學小組 都很適合阿漢參加 除了校本支援小組之外 學校還可以推薦阿漢參加由大專院校舉辦的支援課程 讓阿漢有更多副挑戰性的校外增潤和延伸學習機會 我們學校還有一位舊生 現在在大專專修物理系 我們也可以邀請他加入學校的糧師計劃 成為阿漢的導師 引導他發展專長 是呀 不如我們在家訂一些科學雜誌和期刊 給阿漢做科外閱讀和做資料搜集 除了發展專長之外 阿漢亦都需要一些學習上的支援 幫助他展現學習成果 由於阿漢寫作的時候組織比較弱 課堂上 老師可以多些給他視覺提示 和寫作步驟提示卡 引導阿漢逐步完成寫作 那如果老師可以多印一套寫作步驟提示卡 那我和太太都可以在家裡 用同樣的方法教阿漢寫作 上學期 學校會舉辦創意寫作小組 透過角色聯想 圖片聯想 標題創作 文章改寫等等的活動 引發學生的創意 相信阿漢亦都可以從這些小組裡面獲益 我可以抽一些時間指導阿漢寫作的技巧 以圖像、圖表、時間線、流程圖等方法 幫助他構思寫作內容 蓬佩相處方面 阿漢都需要學習一些社交技巧 他亦需要透過和人相處的機會 練習所學到的社交技巧 和建立社交圈子 由於阿漢經常在討論中堅持己見 又只顧著講自己的興趣 所以我們要讓他明白到 當別人有不同意見時的應對技巧 和如何以不同的話題和蓬佩交談 我們可以用具體和形象化的方法 讓阿漢明白不同人有不同意見 亦可以協助阿漢掌握他身邊同學一些常用的交談主題 之後我們可以鼓勵阿漢參加五優時的蓬佩支援小組 讓他有機會練習社交技巧 老師在上課時 亦會多點留意阿漢能否接受其他同學的不同意見 如果有問題 老師會用手勢或提示卡提醒他 哦!我和太太經常都會和阿漢聊天 不過多數就會就著他的興趣來聊 以後我們可以試下和他聊些不同的主題 了解一下不同的人對事情有不同的想法都是好的 最後阿漢傾向追求完美 但遇到問題的時候又不懂得靈活變通 加上不懂得規劃好學習時間 令他經常都不能夠依時完成功課 老師可以幫助阿漢將貨業拆成小部分 訂定每一個階段的完成日期 讓他可以以小報紙的方法完成 另外老師可以鼓勵阿漢 用分等級的表現準則檢視自己的貨業 減少他追求盡善盡美的傾向 一些有關時間管理和規劃技巧的小組訓練 亦有助提升阿漢這一方面的技巧 陳生陳太可以在家裡張貼日曆 以視覺方式去提示阿漢課業的完成日期 讓他可以對自己的貨業進度一目了然 其實老師和家長是學生成長路上的重要夥伴 對學生的支持和體諒是非常重要的 要幫助雙重特殊之優生 老師和家長需要同時認識之優生 以及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特質 明白他們雖然知優 但並非各樣皆能 老師和家長需要從多角度了解他們 在認識和包容他們的同時 亦從另一個角度欣賞他們的能力 引導他們跨越自己的障礙 發展自己的專長 興趣和熱衝的事情 雙重特殊之優生就好像寶石 需要獨磨才會閃亮 只要給他們支持和機會 他們每一個都能夠成功 充載一下 充載一下 充輪